那我們上次有提到就是關於這個球坐標 球坐標的閃度的計算的時候會有一些些問題對不對 Divergence Divergence的計算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在教你算之前我們先講 先定義好所謂的這個電廠的閃度的概念對不對 所謂的電廠的閃度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它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電通量的變化量 再來處理什麼 處理小小的面積 所以它基本上體積 講錯 這是一個內積而已 那倒三角形其實是一個向量 正常寫法是寫這個向量 然後倒三角形就是我們之前學過的 T度的gradient gradient的這個向量 那如果是直角坐標的話就怎樣 就很簡單就是 I 方向對 X 偏為加 J 方向對 Y 偏為 然後再加上 K 方向對 Z 偏為一分 就是這樣的一個運算而已 那你看它相乘 相乘上去剛好怎樣 剛好這有一個 X 方向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如果把電廠寫成什麼 寫成 EXI 加 EY J 加 E Z K 對不對 那很明顯你的 這樣子的一個符號 就剛好等於什麼 剛好等於 I 對 I 內積為 1 I 對 J 內積就等於 0 對不對 這個其他方向就等於 0 對不對 所以很直接就是 這個對這個相乘才有值嘛 其他就沒有值 所以這個對這個相乘以後就是 這個符號乘上 EX 的符號 所以變成這樣子的一個運算 這就是 電廠的什麼 閃度的運算 那同樣道理 J 也是 J 對 I 相乘不見 互相垂直嘛 所以J 對 J 內積才存在 所以是 它的偏微分的符號直接怎樣 作用到 Y 方向的電廠 然後 D 方向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之前寫給你們看過的 這個 所謂的閃度 Divergence 那實際上 可以用這兩個符號 來表示它也好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反正就是閃度真的定義什麼 是單位體積 單位體積的電廠 不是電廠 電通量的變化量 那其實它就是高斯定律 那高斯定律的話 你如果怎樣 如果把體積縮小縮小 像我們現在畫到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體積 有一個體積嘛 然後你如果人站在這裡面 人站在這裡面 然後你就用高斯定律去看它 那你就會找到什麼 找到這一塊體積 就是球坐標下體積 它的什麼 它的一個閃度的一個計算 這時候你發現到有一些問題 我們上次提到 主要什麼 主要是你這個球有沒有 球在裡面的半徑比較小 球在外面半徑比較大一點有沒有 所以這個你畫了一個面積對不對 你發現到裡面這個 裡面那塊面積 你把它放大看的話 應該是這樣子的一塊面積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一塊面積 然後你發現到什麼 發現到裡面這個面 它怎樣 它的面積是比較小 它大概是跟這個r平方 乘上那個什麼 Δθ 然後再乘上一個sinθ Δθ Δθ 有關 主要就是這r平方在作稅 這個r平方比較短 那跑到外面這邊 它r平方比較大 它可能多了一點點 它實際上是r加Δr的平方 所以它這個面積比較大 那這時候 那個電通量怎樣 就會 計算上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 進到那一塊小小的體積裡面去 然後去計算 所謂的高斯電律 那高斯電律告訴你說怎樣 就是 反正你要算什麼 算兩個面 然後它的什麼 電通量的變化量 就基本上你要算這個東西 等於多少 那這兩面電通量變化量 我們就假設什麼 假設我們先不管sit跟phi方向 我們就管什麼 管這個r方向的一個電廠 然後乘上什麼 乘上它那個面 就比較下面那個面 對不對 那個面的話 那r方向電廠的話 會有什麼 會跟rcdphi有關 它變化隨著這個你的座標 rcdphi而改變 然後另外它的這個面積是多少 面積的話什麼 是這個 這個面 我們畫清楚 你看到說 這裡面這個面會有什麼 會有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是什麼 是r r乘上sitdphi的一個長度 那另外有一個這個方向 這個長度是什麼 是rdcd 所以 反正只要是球座標 會有什麼 會有三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變化什麼 是dr的變化 r方向的一個變化量 那第二個 維度的長度變化 是rdcd的變化量 ok 然後第三個 維度的長度變化 是rsincd 再乘上dphi 所以一定會有這三個 長度的變化量的分別 那這時候你的電廠 既然是在r方向了 那你的面積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這兩個相乘 兩個長度相乘才是面積 所以ok 這樣你就知道 這r方向的電廠 然後呢 它乘上它的面積 面積是什麼 就是r平方乘上sinecd 再乘上dcdphi 然後ok 然後另外 這個 電廠是這樣 是進到你這個體積來 就是你把它放大以後 你是人站在這裡面對不對 那這個電廠是進來 所以你的法線方向是這樣 是剛好跟它相反 ok 然後再來呢 移到r加dr的位置的時候 它是出去 那這時候剛好你的法線 一般寫一個n 然後帶一個mouse 就是法線向量 剛好跟它相同 所以在r的地方 它是一個負號 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 是一個正號 加1r 那這時候是怎樣 是 這是方向 那這是 位置 它有一點點變大 那其他的位置 我們沒有寫 dcdphi 沒有寫 那另外 比較大問題 這邊有一個問題 是r加dr 的平方 然後sincd 然後dcdphi 實際上這個cd 還會多一個cd 加dcd之類的 所以你看到實際上 它的一個變化量有沒有 變化量不再只是 簡單的乘上這個factor r平方sincd 而是這個factor會變大 這個factor變大是什麼 就是面積變大 就是它的電通量 在計算的時候 雖然這個電廠有變化 你考慮進去 這是1r 這是1r加Δr 就是 多一個Δr的距離 它的那個r方向的電廠 1r加Δr才對 那 除了這個電廠變化以外 你還講 你要考慮到這塊面積比較小 它是r平方而已 那 走一點點距離以後 這塊面積是比較大的 問題在這裡 OK 那如果 了解到它的面積有變化了 這時候你在算它的變化量的時候 要怎麼算 你變成什麼 變成是 這是一個什麼 兩個 這個函數相減嘛 就是f of r 加上 dr 減掉f of r 的概念 那這時候可以講 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寫成變成 對r的一個 微分 然後再乘上什麼 乘上 dr 所以我們是利用 這個微分的一個 計算的方法 所以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把它寫成什麼 寫成一個微分 所以把它寫什麼 寫成partial r 那這時候呢 除了什麼 除了1r以外 不要忘記了 還有什麼 還有面積的變化量 所以要乘上 乘上r平方 sin c 那當然這sin c 其實對r沒有變化量 所以可以不用乘 不過 可能就是 先考慮進去 後面再把它消掉就好 OK 所以呢 它剩下會是什麼 會是r 這是對r 變化以後 再乘上r的微小變化量 然後另外 它有一個sitta 有一個fine OK 好 所以你算出來了 所謂的這個 電通量變化量 那接下來我們說 所謂的 閃度的定義對不對 真正的閃度 它在這個 這個地方的一個 在r方向的一個閃度 實際上 它跟什麼 跟這個電通量的 變化量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它是怎樣 它是電通量的變化量 還要再除以什麼 除以單位體積才是真正的 閃度 實際上應該這樣 應該這裡要寫一個向量 那常常都是 把它省略掉 OK 在r方向的一個 閃度的計算 實際上什麼 是電通量變化量 再除以這個體積 那電通量變化量 你找到了 所以在r方向的一個閃度 應該怎麼樣 應該 就是 用電通量的變化量 就這個東西 再除以單位體積 單位體積 你又知道 就是 這個三個長度 相乘就是 單位體積 所以很容易 你看到 這邊是 r的變化量 然後 1r r平方 sin θ 然後實際上本來有 dr dθ dφ 後來 後來被除掉了 被誰除掉 被這個 r平方 sin θ 然後 dr dθ dφ 三個 剛好就可以消掉了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個 drdc dφ 都消掉 那這邊就怎樣 就是除以r平方sin 所以你會 找到一個什麼 一個 計算球坐標 的一個 閃度 假設我要計算 電場 是 在球坐標的閃度 是r方向 要怎麼計算呢 那很簡單就是什麼 就是 把r方向的電場 長 乘上 跟r垂直的什麼 的面積 那 這個是r方向啦 那跟r垂直的兩個長度 就是這兩個相乘 所以很簡單就是 r乘上 rsin c 所以r平方sin c 然後再來呢 把它怎樣 把它 變化 partial partial r 對r方向變化 然後最後要除以什麼 除以體積嘛 那除以體積 那除以體積 當然那個變化量 那個 drdcd 大概都不用考慮 你只要考慮什麼 考慮這體積就是 1 乘以r 乘以rsin 所以 除以體積是什麼 除以這個 r平方sin c c 那依此類推就怎樣 就可以找到 c 方向 這個什麼 這個 閃度的計算方法 怎麼算呢 你看你是c 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那你乘上 其他兩個方向的面積 怎麼乘呢 這個是1 對不對 這個是rsin c 對不對 所以 其他兩個維度 乘起來就是 它的面積 所以 實際上 是1c 方向的變長 然後那兩個維度 是1 乘以rsin c 所以是rsin 對不對 然後呢把它這樣 把它對於c方向的變化量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單位體積分之1 單位體積分之1 單位體積還是一樣 1乘以r乘以rsin c 所以是r平方sin c 那另外呢 在什麼 在phi方向的一個 所謂的 閃度的計算也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你看你的phi方向的變長指向這裡 那你要乘什麼 乘跟phi方向垂直的面積 所以怎樣 乘上1再乘以r 就這麼簡單 所以phi方向的變長先找出來 然後它的面積 現在都是面積出問題 乘上1乘以r 就把它乘以r 然後再來呢 它是對phi的一個變化量 然後再怎樣 在除以單位 除以體積 單位體積分之1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 實際上在求坐標的什麼 的一個 閃度的一個寫法 正常要寫個向量 常常大家都沒有寫 那怎麼寫呢 它就是什麼 就是 你可以把sine系列跟sine系列消掉 這是r平方分之1 tarsio 這個 這個 r平方乘上電長在r方向 對r偏微 再加上 這邊的話 是r消掉一個 所以這邊是 rsin分之1 然後 tarsio 這個sine 乘上1sita 再怎樣 再 對sita的一個偏微分 然後還要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東西 我們把這邊稍微擦掉 然後把它寫上去 好 ok 最後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 這個什麼 這個是r消掉 消掉一個 所以變成什麼 那邊是 rsin sine sita 分之1 然後 partial 1 5 5方向的變長 再對5為分 partial5 ok 所以 實際上 這個 呃 如果是 迪卡爾座標 就這麼簡單而已 齁 但是如果是球座標 就要考慮到 面積會變大 齁 這面積比較好 這面積比較大 比較大的話 它的什麼 它的電通量 電場乘上面積 就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話 這時候就要怎樣 就要把它的面積的參數 乘進去 然後才去做它的變化量 就可以找到 這個 球座標 或者是 其他座標的一個計算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 提到這邊 說這個是 也是 這個 遇埋一些 思考模式 就是將來你就會 用到它 我們 這門課 有很多 hint 就是 就是 把一些idea放進去 甚至有一些是固態物理的東西 比如說 上次有提到說 這個 電子在裡面 有不同速度 然後用一個k向量 直接 講進去 那這個就會將來固態物理 就轉到k空間去看 k空間一個點 就是 等於實際空間有一個速度 那那個速度 就是一個波 就這麼簡單 ok